他从小习武 在演艺圈有多重角色 他就是 吴京在娱乐圈这个行业里 里面的职业是多种多样的 不管什么职业都要看努力 要吃苦 要坚强 吴京身为一名演员和导演 他付出的要更多 他的努力我们看得见 我们想到他所有的作品 都是有武术的元素的 一个武术演员 要比别的演员跟到艰难 他们的武术功底一定要扎实 要不在演戏中 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受伤 他对自己的武打作品 都是不肯定的 他需要去更加完善 每一武打动作 他是一个出生的 武术世家的孩子 所以他从小就酷爱着武术 不管在什么参赛中 他都能取得很好的成绩 他也随着自己的意愿 上了武术队 他想将自己的武术发展下去 他又一次是在他老师的推荐下 演了他比一个作品 那是一个功夫片 要个演员 他就去演了 从他武术的扎实 再到他帅气的脸庞 让他这样进入了演艺圈 他的武术基本功非常的扎实 之后有好多的电视剧找到他 让他上演形形色色的武打演员 他也会细细的了解 每个人物里的武打情绪 他将自己的武术想表现得让人惊叹 也就是这样 他慢慢的喜欢上演戏 因为他能演好多会武术的角色 将自己不知道的角色演得淋漓尽致 他感觉只有演员这行 才可以将纸记的功底变得多样化 如果当初不同意 那他将永远只是个学武术的学生 根本没地方展现 也不能更多人看到他的表演 他之后的作品 真的是让人有一种震惊的感觉 每一部戏都演得很有气势 在他导演的一个作品《战狼》里 他也是演了里面的角色 他的这一角色有人说是英雄 有人说是闯破惊 可观众们就觉得他就是一个传奇人物 他不管在剧里是什么样的 他在人们心里都是好样的 剧里的武术动作都让他演得很好 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对演员也非常严厉 他认为他的作品一定要让人看出不一样的感觉 在播出后的得到了想不到了收视 他真的得到了很高的肯定 他会将自己更好的作品展现在大家面前 他是一名强力要求自己的演员 也是一名永远都没有做到最好的演员 他在演戏时 不管是在古装还是现代戏里 他给人带来的就是刚强的人物 他的身为功夫演员 他好像对娱乐圈里的任何事情屏蔽了 好像与他无关 因为他的视线永远都在自己的上 也许这就是习武之人的专注 他不会在意这里面的是是非非 只要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就好 他的气势让我们对他的事业肯定 他会越来越强 他会将自己的武术发扬下去 让更多的人支持武术行业 等多的人对他拍的电影喜欢下去 他要把自己努力开启的硬汉类的电影 占据所有市场